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在这个视频中,我们将带您一起探寻中国古代神仙中备受尊崇的兽星 通过一个迷人的水晶球展现它的神奇世界 让我们穿越时空,将古老的传说融入现代的娱乐之中 随着梦幻的雪花在水晶球里的轻盈飘舞 一幕幕精美的图景在眼前展现 明将被带入一个古代仙境 其中一个熟悉而又神秘的形象开始显现 兽星又叫南极仙翁 它的形象是一位鹤发童年 额头硕大的老翁 慈眉善目,憨态可居 一手捧兽桃,一手主兽杖 身边往往还有象征服,鹿,兽的蝙蝠 梅花鹿,仙鹤相伴 兽星本就是南极老人星 是位于南天空有一颗非常明亮的恒星 民间传说它掌管国运兴衰 它显现,则天下太平 它隐藏,则神舟动乱 早期星象著作中也讲到 如果老人星颜色越是暗淡 甚至完全不见,就遇事将有战乱发生 所以,历代帝王为了江山有故 国泰民安都纷纷建造寿星祠 年年清零祭祀 天下百姓为了仁寿年峰 和谐安康,也纷纷屏竹燃香 鼎礼膜拜 每逢新年,画有南极兴翁的年画 也会功不应求 被人们争相请回家中贴在厅堂 现在大家都搬进楼房 老百姓家中的客厅主要位置被电视取代 寿星就消失不见了 其实,尊老尽老不仅是一种美德 更是善良天性的体现 了解寿星的故事不仅仅是欣赏它的形象 更是了解中国古代文化中与它相关的神秘传说 寿星本是位于南天空的一颗明亮恒星 被认为主宰国家的兴衰 根据民间传说 寿星的显现预示着太平盛世 而它的隐藏则暗示着动荡和纷争 历代帝王为了保博太明安 都修建了供奉寿星的庙物 并每年亲自祭拜 通过寿星的故事 我们也要思考尊重和敬重长者的重要性 尊老敬老不仅是一种美德 更是善良天性的体现 在现代社会中 我们要传承这一价值观 将关爱和尊重传递给我们周围的人 我们希望这个视频能够带您领略寿星的神秘魅力 并让古代传说与现代娱乐完美交融 感受中国古代神仙文化的独特之处 同时在当代社会中发扬尊老敬老的美德 水晶球是一个充满着古典韵味的装饰品 通过其奇妙的图景和动感 将古代神仙和现代娱乐巧妙地连接在一起 每一次轻轻摇动雪花球 就像是开启了一扇通往神奇世界的大门 带您进入寿星的故事之旅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关注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 谢谢观看 祝您有一个愉快的旅程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